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在 扭二樓的梅台裡的 購物中心 因為我剛早上上完課 然後下課我就想說來這裡逛逛 那上次其實已經有來逛過 但是上次來的時候 很早就關門了 就沒有什麼時間逛 所以今天我又自己搭了Uber 來這邊逛逛 然後我等一下想去旁邊的Trader Jaws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就 特別來記錄一下 其實扭二樓可以逛街的地方真的不多 然後這個 Shopping Center如果我沒有 理解錯的話 這邊應該我覺得算是扭二樓最大的 Shopping Center吧 整個都要掛起來的 聖誕裝飾 五兩二 所以我要想去吃 午餐 好客戶 霸餅 我們要吃了 可以吃很小的 可以吃一天 可以吃一口 我可以吃到 不用客戶 我可以看到 你吃點了 五 statut 是的 而哪可�是它的味道? 它冻到柑橘子吗? hacer配上了柑橘子吗? 子供的味道 味道感 這感覺像是為了聖誕節特別見的鐵軌 好可愛 我已經快四個月沒有逛芭爾拉羅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家店 Hudson 它裡面好像都很奶 Brendy那個 這雙好像蠻可愛的 每天OB 我要進去掛妹夫 其實我有點累了 我現在要走去Trader Joe 但是下雨了 到了 買個高麗菜 這個我有看到網路有人在推薦 要買嗎 Oh my god 買完了 買完了 現在要坐Uber回家了 哈囉大家好 很明顯的 今天是另外一天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去Trader Joe回來 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的 那個片段好像 可能不小心被我刪掉了吧 所以呢我剛剛又去把冰箱裡面 我那天在Trader Joe買的食物 全部再拿出來 跟你們分享一次 好 我記得我有兩個已經吃掉的東西 一個是他們的鹹派 那我會把那個鹹派的外包裝放在這裡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鹹派的人 然後我來美國 之前幾天我有想要訂鹹派來吃 但是我發現我上網打派 他我都找不到我想要的那種鹹派 然後我在超市買的 上面寫派的東西呢 吃起來也不像鹹派 他就是沒有塔皮 但是我在逛Trader Joe's的時候呢 終於把我的 就是疑惑給解開了 原來鹹派不叫做派 他叫做這個 這應該是念quiche吧 對了如果你們聽到那個 煙霧偵測器又在叫的話 沒錯他又沒電了 但是呢我們家就是很懶得去修他 我也很懶得去弄 主要是因為我夠不到那個煙霧偵測器 就是我摸不到 我不夠高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到他在背後嗶嗶響 好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我還沒有吃掉的鹹派 他裡面是broccoli跟cheddar cheese 講這樣 這個我還沒吃 我之前吃掉的那個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非常好吃 然後呢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我已經吃了一半的 這個是網路上還蠻多人推薦的公寶雞丁 他裡面很棒的是你看他這樣子耶 你可能會以為你需要自備一些蔬菜啊什麼 但是裡面什麼都有 裡面有冷凍的雞 然後一包菜 一包 嗯 醬 然後還有花生 所以你買這一包 你就可以弄出這整個東西 就是你不需要另外再自己備料 就很方便 而且我覺得炒出來的口味也還行啦 雖然沒有到說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我覺得已經算是 就是如果我住在這裡我會一直回購的東西 這個公寶雞丁 然後呢我還買了一個pizza 但是那個我也是吃掉了 那個蠻好吃的 嗯 我一樣會把包裝放在這個旁邊 我記得它裡面是有辣腸 然後還有些蔬菜什麼的吧 就是我會喜歡的那種配料 然後我覺得那個還蠻好吃的 那另外一個我買的有點像是pizza類的呢 是這個 這個是 它叫做flatbread 就它的尺寸應該是只有這樣子 然後是一個長 比較偏圓長方形的一個形狀 它上面呢就是有松露跟蘑菇 這也是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推薦說這個很好吃 所以我就買來 然後我今天應該會吃這個吧 對 然後我還有買這個 這個是綜合的海鮮 它裡面呢就是有冷凍的花枝蝦仁跟一些假的干貝跟蟹肉條之類的吧 總之那我想說這個拿來炒一炒會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就買 我還買了一包蘆筍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太久沒吃了 它好像壞掉了 我有點難過 好吧我應該確定它壞掉了 還買了一顆這個 我原本以為它是花椰菜 不 我原本以為它是高麗菜 結果把它打開來之後才發現 喔它不是 它不是高麗菜 它是 那叫做什麼啊 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 我不太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 常常在台灣的菜裡面會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但就是一個 講的像這樣 但不是高麗菜的一種菜 我記得我那天還有買 香蕉 啊我買了一個護手霜 我買了這個護手霜 其實我原本是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推薦它的 一個玫瑰的護手霜很好用 但是我找不到那個護手霜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我目前已經用了幾次 我是覺得它的滋潤度還不錯 然後這個很便宜 好像才五六塊美金而已吧 然後又很大一條 我是覺得還不錯用啦 然後香味味還蠻難接受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有點偏肥皂香嘛 還蠻清新的 好其實我真的有一點忘記我買了些什麼 但應該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應該也就只有這樣而已 其實我在那邊有看到很多 就是想要買的東西 但因為我在這裡只剩不到一個月而已 所以我買的東西真的要算好那個份量 如果我沒有算好的話 東西就很容易可能沒吃完 那就丟掉很浪費 對了我忘記跟大家說 我在Trader Jaws也有買蒜頭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是 Trader Jaws他們那邊是有賣一顆一顆的蒜頭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買少量的話 可以去那邊買 一般尤其是我在台灣的超市 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可能買馬鈴薯或是蒜頭這種東西 他都一次會賣很多 就一大包 那你如果不是常常要用的話 其實會還蠻不方便的 然後Trader Jaws有賣 應該有賣一顆的馬鈴薯 然後也有單顆單顆的蒜頭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可能住在美國 然後你只是想要買少量的蒜頭啊 馬鈴薯這種東西的話 可以去Trader Jaws買 我剛吃到一半才想起來要拍 這個是剛剛的松露蘑菇披薩 剛咬了一口 好吃 然後呢 這邊是我用剛剛那一包海鮮 跟我加的奶油跟大蒜還有花椰菜 抽出來的這個 這個也蠻好吃的 加的奶油跟黑胡椒還有鹽巴之後 我覺得還不錯吃 可是它的這個海鮮真的會是縮到很小很小欸 原本它的尺寸應該有差不多這樣子吧 然後現在縮成這樣 就是蠻小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好吃的 我會推薦 這是公保雞丁炒出來的樣子 我覺得我剛試吃了一口覺得還蠻好吃的 這個我會推推推推 好